如果你想買房子 希望我投資後自己有機會自住 我覺得很傷害父母 養到你這麼大就想搬出去住 但如果我就說我跟你一起住 其實某程度上 他們現在需要的居住環境不是我現在想要的 自己是接下來我有事業的學業 交通上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 都會是考慮的地方 所以我和父母的商購不一樣 但我都希望可以父母開心 所以永遠都有一個真的做不到的 為什麼又不想想買樓收租呢 如果一家人搬大屋的話 我們會幫忙租樓 我們都會付出一筆錢 但如果我同事有租大屋 又自己買一層樓要供 其實是負擔不了我的薪金 那就要二選一